其實我會接任北藝大這個教職並不是偶然 蘇院長跟我討論這件事情討論了五年 北藝大會讓我有意願想要接任這個教職的工作是 要學習音樂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瑣碎的事情需要take care 那我覺得說學校有這麼好的一個後盾 然後可以讓學生這麼心無旁駡的專心練琴 然後有這麼好的設備設施這麼好的音樂廳 讓學生在這邊有很大的想像力發揮空間創造力 這麼好的環境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我看到很多台灣的學生或甚至是全世界其他的學生 我覺得很多人到最後長大都會有遺憾 那我覺得說在學音樂這條領域上面有遺憾是一件非常難過的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學音樂並不是你自己想要學的 那你真的問他說你對音樂很有興趣嗎 沒有啊 因為反正我只會拉琴而已 太晚了 我也不會念物理我也不會念數學 所以我覺得說我都很鼓勵說我的學生要多看多聽 不是只是演奏上 我記得我小時候剛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然後我非常習慣說在台灣的老師都是 老師說一我就是一 然後會說二我就是二 然後我非常會模仿 就是老師講一次我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到了美國 我老師開始問我很多問題 那我有時候其實蠻 蠻懊惱的 我就覺得說我老師為什麼要拐彎抹角 就是你就告訴我一定會做得到的 對這樣 但是我的老師那時候也告訴我說 Well 你長大了也不會 我不會在你旁邊 所以沒有人會告訴你了 那今天如果又有一首新的曲子給你的話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學習 那我也希望說在大學 可以有更多這樣子的機會讓學生 開始去思考自己的未來 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你的人生未來是怎麼走的 今天哪天有人突然給你一通電話說 啊你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在北義大有一些 某些程度上面的學習 藝術行政啊 考樂團啊 視覺藝術啊 學生應該要多多去必要 我想對你未來的人生都會有更多的注目 最重要的是應該要認識自己說 最大的熱情在什麼地方 我們會看看 大家什麼會去做 我們會有很多次會的 我們會有很多誇張 我們會不會去 我們會有很多誇張 我們會記得